现在就是令大家十分紧张的无患肺炎 而刚才呢如果有稍早关心 我们华尔街电视的及时报道的话 我想各位观众朋友已经知道 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在今年美东下午的时间呢 已经正式是把这一次的无患肺炎的疫情 也就是他们官方的这个名称呢 新冠状病毒的这次疫情呢 宣布为一个国际卫生的紧急事件 这件事情我想马俊先生在第一时间也关注到了 我们今天待会也会进行讨论 那先来问一下您对于他们这次 在三次紧急会议之后 终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您觉得这是不是有点晚了呢 我们的确不能说是晚了 应该说是他们丧失了 他们自己这个组织的一个公信力 如果观众朋友们细致的话会发现呢 第一次会议当中呢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决定 第二次会议当中呢 做出了一点点的进步 这一点点的进步被我称之为一点点的进步呢 是他们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并说呢 他们将会采取一部分的调查工作 以及对于武汉肺炎的持续关注 这是世卫组织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这位世卫组织总干事 在已经确诊上千名的患者之后 而且与此同时也已经确认在日本 在越南 在英国 在法国 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之后呢 他前往了北京 而在前往北京之后呢 他回到日内瓦之后 开了一个会议 这场会议呢 将中国的这场肺炎的形式呢 确定为一个紧急事件 而这个紧急事件呢 他们在之后呢 甚至总干事啊 直接的批评呢 说他们内部的人员呢 因为疏忽的问题呢 没有把最高级 设定为最高级别 而是设定成了中等级别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说辞呢 可以说这是昨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而今天呢 他们召开了再一次的会议呢 确定这是一个国际间的一个紧急事件 而升高了这样的一个层级 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讲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媒体 特别像美国的纽约时报 我们知道的华盛顿邮报 以及非常多的一些专业组织 包括一些国际上的各个国家的 疾病防控中心的一些专家学者们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无不在打上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那么这个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缘和在这一次的反应速度如此之慢 为什么它与在2014年的 刚果和塞拉利昂所发生的伊波拉病情 以及2003年中国所发生的SARS病情 甚至在前几年发生在墨西哥的 株流感事件用了不同的标准去进行判断呢 那么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我相信一会儿我们的威人在宣读 整个的世卫组织的今天的记者发布会当中的稿件呢 我们大家可以愧得一般 是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记者会的内容 其实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今天记者会当时在一边看这个现场的报道 一边翻译 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秘书长还是对于中国的表现 还是是十分赞扬的 但是讲到最后话锋一转呢 就是说现在虽然这个所有的病症 死亡的案例呢 都是在中国 不过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也是的确看到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呢 是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病例的这个情况跟趋势 而且也是慢慢出现了人传人的这个病例 总共有八起在这个四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在多方考量之下呢 尤其是考量到了这些 可能在医疗资源比较匮乏的地区 他们可能会没有办法 在WHO他们没有正式的表态之下 可能对于他们 对于这个医疗资源的来源 跟补助的接收上面 会有些困难的考量之下呢 决定在这个第三次紧急会议之后呢 是宣布了 现在是进入了国际医疗的一个紧急事件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 在宣布这个状态的前后呢 其实都是不断的强调 中国在这一次他们所做的所有的防范措施 还有他们现在的医疗资源的流动 都是应该要让这个全世界的各个其他国家 可以来作为一个模范 并且认为呢 大家应该要来学习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资源 以及快速的这个应对的方式 这个是在世界卫生组织今天1月30号美东时间大约是下午2点半召开的会议之后的一个纪酒会 这表示呢 现在中国的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公共卫生威胁 而跟我们一开始在1月22号听到的八票对八票的这个表决 其实是不太一样 这一次呢 专家们他们几乎是一致的做出了这个决定 在这个上个礼拜呢 也就是1月22号当时召开的这个纪酒会 就表示当时认为宣布紧急状态还过早 但随着中国以外的病例不断增加 以及出现人传人的证据呢 在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有预告过了 就是今天他们是要再次的召开第三次的紧急会议 而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总干事呢 唐德塞他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 他就是大幅的赞扬了中国政府 在抗击疫情方面的非凡的努力 还有及时的反应 以及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协助 他说呢 今天虽然是宣布了紧急状态 但是这不是不信任中国 而是为了保护那些卫生保健系统 比较薄弱的国家 他仍然相信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目前的疫情 并且有能力来治愈在中国国内的感染者 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说 我们最大的关注点就是 这个病毒有扩散到卫生保健系统比较弱 而且应对能力不足的国家的潜在的可能性 他说让我把话说明 这个宣布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 相反的 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对中国控制疫情的能力 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他说要再重复一遍 这不是对中国的不信任 他大概重复了 我想应该三次以上都是有的 那目前的疫情呢 其实截至1月30号为止 北京上午的时间10点左右呢 这个确诊 在中国的确诊人数是来到了7711 死亡人数是来到了172 而今天世卫他们也公布了一组数据 这个数据呢 跟这个我们得到的今天 这1月30号北京时间上午10点的数据 是有一点点的出入的 世卫他们公布呢 在中国整个区域 就包括了这个 就是港台澳这些其他的 这些地区加起来呢 总共是有7736个病例 而日本呢 比较邻近的这个日本是有11例 在这个新加坡也有10例 而泰国现在有14例 是在其他的国家当中呢 现在是以日本 新加坡跟泰国这三个国家的病例 是已经来到了双位数了 那除此之外呢 美国今天也出现了 第一起的人传人的确诊病例 而加拿大呢 在这个昨天出现了一起 在卑诗省的这个疑似病例之后呢 今天也是遭到证实 目前在这个卑诗省也是有了一期病例 所以现在来到了三期病例 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 演播室的现场 也请到了我们大家十分熟知的 一名来宾 是不是请马俊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的确呢 我们今天呢 又继续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何刚医生 何刚医生呢 已经是第二次做客 我们的六度头条节目 欢迎您何刚医生 那么我们看到呢 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呢 召开了这一场会议 在会议当中呢 您看到了什么和您感受到了 他的这个讲话当中 是透露出来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他这个会议呢 第一 对要对全世界负责 作为WHO是吧 那要公开彻底表态 这个疫情的严重程度 而且呢 对于各国呢 提出了这个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警 一种警报 第二呢 而且很很显然 跟他以前的这前几天的这种 持续的这种做法 包括他这个上一次的表决 是否公布这个 宣布这个紧急状态 出现了个8比8 8对8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非常显然的两个阵营的这样的一个 似乎感觉它是商量好的一种 几乎是这样 就是两班人吧 或者是 南北南北两派了 对 形成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实际上这里头还是就体现出来 WHO他这个政治倾向性 超越了这个 他的专业智能 这个从卫生保健 公共卫生保健的这个角度讲的话 他超越了 政治的这个比重更大了一些 他一再强调这个 不是不相信中国 这个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 事实就是事实嘛 和相线不相线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是一个专业的组织 所以这一次在他的速度的讲话当中呢 给我个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呢 他们在闪烁其词 在以政治判断疫情 而并不是以专业判断疫情 这是我个人的数次的感觉 你可以用判断这个词 实际上我个人更多的就是说实际上他 在这个领域里头这都是一些专家 而且他们也有下属的各个机构 他很容易他就得到这种第一手的资料 他不需要他自己再费什么劲判断 这几乎就是个明把的事实 我呢是刚开始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呢 在和平先生呢就进行 对IWHO呢进行了批评 认为他们呢出犯了很大的错误 当时呢我们在听到和平先生 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并不赞同 因为我觉得呢他是一个 首先呢他是一个国际间的一个专业组织 然后呢在他批评完之后呢 我专门个人的亲自查阅了一下 WHO的一部分资料 那么我就在想那么在近期呢 是否在全世界发生的几次疫情当中 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那么首先呢我就比较的是2003年的SARS 我发现了2003年的SARS呢 和这一次的比较之间发生的一个重大区别 就是呢世卫组织没有做到一个 像那个时期2003年一样的那种 发布信息发布机制 以及我们有网友来电 嗨你好 欢迎您的来电 你好 马居先生 您好 您好 感谢你和你的朋友所做的努力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很荣幸能够做一点事情 感谢你 说到了很多 我们对强力的人 要说的话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我们每一次收到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的来电的时候呢 内心都是 让我们觉得呢得到了无数的安慰 同时也觉得自己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 谢谢您 您今天对我们的话题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吗 我 因为在墙内 我们理解 我理解 我只想跟你说 你说出了很多 我们要说的话 谢谢 我庆祝您 非常感谢您 您这样的 好 网友是我们的荣幸 谢谢 谢谢 我们也非常尊敬你们这种勇气和直率 给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的确如此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同伴 尽管呢他们不在我们的身边 甚至他们没有办法来表达他们的支持 但是像这样勇敢的网友能够打来一个电话 说一声谢谢 我们觉得我们的价值是 这是最好的奖赏 确实 好的 而且尤其是 他们是他是用电话打 是是我理解 我理解很危险 是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我们这一次我个人对于整个过程当中 WHO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的一个观察 那么我就发现他与2003年的SARS的公布机制呢不同 并且2003年的SARS的一开始的公布的方式呢 是以技术和专业的角度 而没有任何政治的措辞 其中呢只是有一些免责的声明而已 并且发布机制呢 几乎是随时随地发生最新的疫情之后或者传播到其他国家之后 他都会发布不断的不断的信息来 提示和 告诉所有 即时发布 对即时的发布 那么在此之后呢 我们大家知道我在2014年的时候正好在刚果军的伊波拉的疫区里 那么对于我当时来讲的话 我非常关心这一点 因此那个时期呢 我就非常关心世卫组织 我也发现当时呢 的确世卫组织呢做得非常好 是 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政治方面的 甚至后期我发现的对于疫区的一些援助和帮助呢 甚至超过了疫区的需求 对 对对 这是一个很有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喂您好 欢迎您的来电 这里是民进电视民进火拍的六度头条 我是马聚 你好马先生 您好 欢迎您 我说一下现在武汉的那是自己换点 就是现在必须是部队要介入 马上要征收一些藏库或者是宾馆 或者是来做野战医院 这样子的话马上就可以收留 几万人或者是十几万 这样子的话就会救到那些 部队的话你就可以 通过你这个平台部队现在就要管制 还要运输那些物资进去 所以那些人都是在等待的 这些物资很缺 还有医院很缺 很快就可以 见到 我估计这三四天就已经是征收几十个 仓库几十个宾馆 东西就可以见到医院出来 就是这样子我提醒一下 其他的 好就这样子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信息的提供 我相信很多的网友都非常需要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 谢谢您欢迎随时 如果需要的话我 还会提供很多的这个建议 但是我不阻碍着这里 你们的时间 谢谢 需要救人先 好吧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么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提到的关于军事单位 特别是部队的将会进驻 武汉 那么 同时他提供的信息呢会改造一些医院或者是 一些政府机构 当然这种改造医院和政府机构的这个说法呢 是我们很多普通人的一个直接了当的一个想法 但是根据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了解像这种传染病 如果是放在宾馆的话同样的通风系统反倒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传染有这种可能性吗 如果他不进行特质的改造的话那肯定会 但是他我相信他如果要是 进行改造是可以 他一定要改造 欢迎您的来电 您好 这里是 马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 很荣幸接到您的电话 我昨天接到国内 国内 某家航空公司 他们在他们官网上发的东西 全球就是他们助战要求助战的 就是能帮到 买手套 口罩 什么消毒的东西 大量的买 这东西 这个不是我胡说八道 可见这些东西 国内这些 电视台 什么CC 什么频道讲的这些 储备很多 储备很多 有没有储备 大家一目了然 的确 这个不是开玩笑 天天骂人就是那些 那些他妈的说 中国怎么好 怎么强大的 你不是有吗 有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要讲假话 我也不反党 我也不反国 我就说一定要讲真话 对 刚才的那位网友打来的电话 和您的这个电话呢 都透露了一个信息 就是一个信息的真实性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需要讲的一句话 那就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我们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也好 或者任何一个人也好 我们把真实的信息告诉民众 民众可以有自我的判断和自我修正的能力 相信我们的信息的真实是最有利和最有价值的 关于如何具口罩回到中国或者是寄其他的东西 像类似政府所说的他们什么都有啊 或者是像李克强总理在 会见和接见武汉的一些医疗单位时候的问 你们有空难吗 这些医疗单位的人说 没空难 当然这我们知道这都是虚假的 那么一些中共的喉舌呢 只会宣传这种 让人虚假的安心的事情 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有空难 人人都知道我们什么都没有 人人都知道这个国并不强 强在哪里呢 这是所有的观众和很多的来宾 包括像您这样打电话来的远在万里之外 打电话给我们的人的心声 非常感谢您的来电 谢谢 的确都是如此 像这位观众朋友和上一位观众朋友 都是一个概念 需要一个真实的信息 其实这本质上都是信息的问题 包括这一场 天灾到来之后的人祸的部分 都是信息的问题 都是不愿意让真实的东西 告诉民众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世卫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伊波拉的情况 有点 援助过渡甚至都有 这个您清楚 您应该很了解 我在非洲国家呢 曾经从北 从北面的突尼斯的塔巴克那个港口 一直到了最南部的 我们知道的好望角 然后我从东非的这个 桑吉巴尔岛 一直穿越整个 非洲的中部 那么通过钢狗和五大湖区 一直到大西洋彼岸 那么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呢 在那些地方 国际 卫生组织 可以说是 分工为业 做了无数的好事 那么全世界呢 人都应该感激这个组织 但是呢 在这一次在中国面前 他们犯了一个极大的错 甚至呢有一个说法 这个病毒 不管是打倒了谁 首先第1个打倒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这次等于是完全把自己的牌子给砸掉了 彻彻底底的砸掉了 我个人呢在当我看到这些信息之后 我再回过头来再去 审视对于何平先生当时做节目的那个当时我对他的一些质疑 我发现了的确 我错 因为这是事实 我必须得拿一个基本的比较 2003年到2020年17年 老何还是他有他的敏锐之处 他的这个敏锐呢你不得不佩服 但是我觉得呢 他经常告诉我的就是一切 以事实为基础 那么这一次呢 很简单的 对很简单的 我呢就 根据他的这个说法呢我就要找一些事实去看 最后呢事实教育和说服了我 在网上有一个网友 在我 在这当然何平先生做完他的节目之后呢 我经过调阅这些数据之后呢 我也在个人的频道做了一个节目 我也是痛斥了WHO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网友呢 就在下面留言 他就说呢 他说 你们这个呢简直是 这个为了反对而反对 为了什么 人家那样一个权力的组织 难道怎么 过了大概 三五天之后 这位网友呢 专门 非常我觉得这个网友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位人 他专门在推特上呢 发布了一个公告 说呢 艾特勒和平先生和我 他说我向 现在正式宣布 向这两位先生呢 进行道歉 的确 他们很真诚 我就觉得这种 事情发生之后有能够遇到这样的网友和这样的一些朋友呢和观众呢是我们的荣幸 他们随时随地的监督着我们 这是社会的希望所在 的确 这就是让我们所愉快甚至觉得对未来所抱有希望的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WHO在整个的中国的这一场疫情过程当中 所发挥的一个作用 那么前两天您听到有一个新闻 居然世卫组织总干事在 昨天 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的这个 前两天发布的关于中度的这个报告呢 是 我们的工作人员的笔物 你听到这句话 这是一种甩锅 也是一种甩锅 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呢 确确实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公众我们有数千名观众同时在线观看 并且我们的节目都是有数十万人在观看这样的 确实我们不应该去骂 他们但是不得不说一下 这好像就是中了中国的病毒 中国的病毒就是如此的 那么他们就是这现在就导致就是他们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 非常可悲的一种境地 的确如此 等于自己把自己的牌子砸了 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 你说这样 你这是宣布这个发布这种专业会议的时候 你还在那提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 他的 是作用者 去他辩解什么呢 对 有什么必要呢 事实就是事实 对不对 你就从专业角度讲就够了 今天呢我在看到的一个报道 那么 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纽约时报 是因为我非常非常非常宗重的一位记者 他叫祭司道 这位记者的可以说是一个专栏作家 那他们曾经在很久以前就 跟中国打过交道 报道过很多的事情 这位人士呢永远是以批评强权和批评强人为主导的 那么很多人认为呢 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标准的白作 但是呢这个人却与此同时呢 将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呢 进行了一个判断和预言 并且都和他的很多预言的非常相符 他的标题是这样写 他说疫情蔓延 世界为中国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代价 他说中国的领导人有时看起来呢 像三米多高的巨人一样 主持着一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体 他们的国家呢能以每周创办一所大学的速度呢 扩大高等的教育 在最近三年里 用掉的水泥呢 用掉的水泥呢 比美国整个20世纪的用量还要多 看到了吧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多么的强大 川普总统呢一直称赞中国的国家主席 习近平呢是一个了不起的领导人 迈克尔布隆伯格 我们知道的这个 也说习近平呢不是独裁者 但我们现在看到了习近平的威权主义呢 模式给中国乃至世界所带来的一次危险 从去年12月1日起 武汉市已知最早的冠状病毒呢 开始表现出了症状 12月的夏雄呢 武汉的医疗圈子里开始有人发出警告 那本该是当局采取果断行动的时刻 就说的是那八位医生 那么这八位医生的事情昨天我们已经聊过 在这就给观众们重复 那么他们确实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不是针对病毒 而是针对那些试图引起人们注意这个公共卫生事件的 检举人 他们 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他们会解决发现问题的人 这就是一个中国的逻辑 一名在微信群里提了病毒的医生的 已经受到了中共的处分 并且被迫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武汉的警方的通报 并且约谈了八名的一线的医生 因他们传播有关流行病的 未经核实的信息 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 其实呢 习近平应该听这些医生的 而不是惩罚他们 12月31日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 却把本国的公民呢闷在鼓里 不让自己的民众知道这件事情 就在其他国家报告出现感染病例时呢 中国却假装 已经在 将疫情呢控制在了武汉 中国人喊开冷玩笑说这个病毒爱国 只感染外国人 这个话呢 其实这位基斯道先生 平时幽默 所引用的这句话呢 最早就是出自于民进的 我们最早就说了 这个是一个爱国病毒 为什么他只传染给外国人 而不传染给中国呢 为什么他从武汉可以传染到 世界上很多地方 但他却传染不到上海 广州 北京呢 真是一个奇怪的时期 在国外可以人传人在国内居然 人传人的可能性很低 对 我们尽管这会儿我们在这样幽默的在说这件事情 但是本质是一个痛苦的黑色的一个事件 那么 与此同时呢 笑过了以后 对的确是一个是一个很痛苦的事 这个笑呢是让人内心苦楚的一个 没有办法我们尽量要保持自己的情绪 因为这两天的确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情绪的都不好 武汉的市长并且说呢他知道本月下凶才获种公开说病毒的事情 而在那之前 人们一直在采取没有任何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呢 进出了武汉 今天的中午呢 我们的陈晓彬博士呢采访了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叫王志强 那么他呢 就曾经呢在 去年2019年的12月份呢 他们就回到了武汉 那么1月10日呢他返回来了 但是他其他的亲友呢 继续前往了武汉 那个时期呢 他们就已经听到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但是中国政府告诉了 人不传人不会有问题 但最后呢导致他们家人的6个 确诊病例 1亿人的已经死亡 而且没有人收尸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 那么政府最终于1月23日呢下令 封闭武汉 等于是将武汉所有的人呢隔离了 单区这位市长讲呢 分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 离开了这座城市 政府在初期呢对疫情的掩盖 一定程度上的导致医院 没能储备物资 现在呢已经出现检测和口罩 和防护装备的严重短缺 一些医生不得不用塑料文件夹呢 自制护目镜 这个呢我是的确看到了 有很多人呢就拿那个文件夹 然后剪开之后呢 点一个胶带 里边带的普通的口罩 并不是多么高档的好的口罩 也不是N95的 然后呢拿一胶带呢 把那个塑料薄膜的贴在这里 然后这样粘住来做自己的面部防护 这简直是 我在伊波拉病情的区域都没有见到这样的事情 我在钢果金的丛林里都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 而且那些医护人员 为了节省他们的防护服 一人就那么一套 要带上尿布湿 对没办法脱嘛 没办法脱 的确 还有些医生呢是医院的说把他们的口罩呢 用完之后人家就收回去了让他们在从医院到家的部分呢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中国全都有 所有的奇闻异事呢都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着 而很多人呢觉得呢这是中国特色 对没错 这是中国特色 可以说是新天方业谈 是的的确是如此 疫情呢在早 早期呢被掩盖的一个原因是呢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系统性的摧毁了 新闻 社交媒体 非政府组织 法律业者 以及其他可能问责的人和机构 这些机构在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强大 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 政府偶尔会表现出对他们的一些宽容或者容忍 从2003年开始 他做了一系列的中文博客的尝试 有时会意外的发现了居然没被审查 但现在 早就已经不行了 在公民社会方面呢 习近平让中国后退了一大截 熄灭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监督的希望 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声音 只有他的声音 习近平治下呢 日益威权的中国在应对冠状病毒爆发上呢 可以说显得笨手笨脚 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呢 他也没能妥善处理2018年开始的猪瘟病毒 导致中国的养猪产业呢 遭受了灭定之灾 扑杀了接近全球总量四分之一的猪 独裁者呢 常常做出糟糕的决定 因为他们得不到准确的信息 你压制独立的声音时 你只会从周围的人那的那里得到分尘的好消息 有中国跟高官的向这位记者透露 他们与地方的官员见面时呢 时常听不到实话 他们需要派司机和秘书去雄找真相 判断真实的一些民情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呢 习近平已经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他错误的处理 并计划了香港的政治危机 他无意中确保了他不喜欢的人 连任了台湾的总统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呢 不断的在恶化 新型的冠状病毒呢 已经蔓延到中国最西部的边疆地区 一个风险是病毒将会在集中营当中传播 中国在集中营中已经关押了约100万以上的穆斯林 包括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 回族等等各个民族 营中的卫生和医疗条件呢 都非常之差 病毒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挑战 要恰当地指出的是 中国在预防麻疹方面呢 比美国做得好 中国还有其他值得赞扬的地方 比如今天在北京出生的婴儿 有比在华盛东特期出生的婴儿 更长的预期的寿命 更广泛地说 美国有些贫控县的新生儿 预期的寿命 比柬埔寨或孟加拉国还要短 美国没有资格在公共的卫生问题上 对他国指手花脚 但是尽管需要保持一点谦虚 还是让我们摒弃某些美国人 对习近平那种专制模式的盲目崇拜吧 中国的社会的契约 一直是公民虽然没有投票权 但他们过上过越来越好的生活 但中国的经济 现在已经是过去30年来最疲软的 新型冠状病毒进一步的削弱了经济的增长 习近平没有履行这个契约中 他那边的承诺 尽管审查员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这仍可以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出现的愤怒的情绪当中的看得出来 我不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因他的执政失误 而遭到政治方面的一些麻烦 但他应该承担责任 他是个顾叛自雄的独裁者 而这次病毒爆发 正是让一些民国民 支持他的国民所付出了必须的代价 那么这篇文章呢 就可以说呢 从习近平上谈的展望 从这样一个专制的体制呢 和这次的疾病爆发呢 所相结合呢 寻找出来的他个人认为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文章呢 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都可以看一看 听一听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这篇文章呢 可以寻找到一些制度方面的一些缺失 而导致的这场人祸当中的重要环节 就像刚才您谈到的那个给您和和老和道歉的那个网友 实际上很多中国的公民是他们的智商足够 但是问题他们受限的就是说信息的来源的问题 他们在那个封闭的这个 这个社会条件下呢 他得不到另外第二手的信息 翻墙属于违法了现在都 所以但是他们一旦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这个信息 他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的确所以这位网友到最后给你们做道歉 所以我相信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对的确是如此 的确是如此 那么威仁 你还有后面还有要需要讲的吗 关于世卫组织的今天我看到你是现场直播 你可以将内容给观众朋友们再说一说 特别是这一位总干事呢 他到底是如何奋逞和如何在文字当中玩游戏的 另外这个我们想知道就是说那些 这个参与的记者对他有什么挑战性的问题 对 是我想记者的这个发问呢 其实这是比较有趣的 因为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其实相对是简短的 其实前一天的这个记者会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而今天的记者会其实大概只有35分钟40分钟左右 而记者的提问呢 他们其实只让五个记者提问 而第一个提问记者就是新华社的记者 这个新华社的记者 他的这个问题也是比较耐人询问 他一开始就问说 你们现在就是正式宣布了 是进入全球紧急的这个卫生状态的情况之下 那想必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的团体 他们可能会对中国现在会采取一些比较 不友善或者是有加限制性的一些动作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后呢 这些连带而来对中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你们决定要怎么样去回复呢 这个是新华社记者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对于现在的这个疫苗或者是其他的配套措施 WHO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具体的一个时间轴 可以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才可能可以得到疫苗 那第一个问题呢 这个总干事他就说 现在这个时间呢 再次强调应该是全球大家要团结一致的一个时间 他说现在呢 其实从这个数据上看得出来 虽然说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开始有一些扩散 但是呢 其实跟中国的这个疫情比较起来呢 扩散的这个绝对数字其实是非常小的 他们在前一天的这个记者会上面说 这个在数字上来讲呢 其实在中国以外的地区的这个病例呢 其实是1%2%都不到 所以他们认为其实要引起恐慌 大家要恐慌的这个情绪真的是不必要 再说到了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这个提问 对于中国可能会一些比较不友善的措施 他们怎么样去看这件有可能会演变的一个 这个角度或者态度 他就说他认为现在不是一个应该要互相指责的时间 任何具有这个惩罚性的一些措施呢 他认为都是错误的 所以再次重申就是WHO对于中国目前他们所作所为 他认为是值得赞赏的 那至于这个疫苗呢 他就说其实现在这个还是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 所以他不认为这个这个其他的配套措施现在是应该来讨论的 那也有这个 接下来的是一个美联社的记者 他就问到说 他第一个问到了就是WHO他们今天的记者会中也说到了 对于所有旅游上面的限制呢都是不必要的 对于撤侨还有就是像我们从昨天一连串跟大家报道的像是英国航空 一开始之后呢像加航啊还有法国航空还有印尼的一些航班 跟这个美国部分的航班像是Delta或是AA他们其实都开始 像是如果不是全部停止前往中国的班机 或是来回任何的班机都停止的话呢 其实也是有大幅减航班的这样子的一个错举 所以这个美联社记者就问到对于这些旅游限制哦 你们说不应该有旅游限制 那你所谓的这个旅游限制你的定义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这么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那世卫的代表就说旅游限制就比如说像是你的签证可能会被拒绝 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中国的游客 你要去其他地方你需要申请旅游签证 这可能会被拒绝 或者是呃就是就是也是 vice versa 就如果你要去中国是不是旅游签证可能会被拒绝 那还有就是在这个边境是不是会把它把它关闭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今天这个俄国是已经关闭跟中国的边境 还有这个香港也有类似的错举 他说这样子的错举他认为都是不必要的 而且他再次的询问呃这些有旅游上面限制的这一些国家 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呃要做这些事情呢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背后有什么样子的科学的证明来呃 呃辅助你今天这个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就呼吁这个是who的这个官员呢 就呼吁说这些国家呢 你们背后的这些逻辑跟你们有的这些数据呃 呃应该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让我们大家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些旅游限制的这些呃 那我们大家在这个讯息上面呢是可以更流通 那美联社的记者接下来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就问到就是说这个呃 who的秘书长他在最近呃我们知道他从才刚刚从中国回来 而且他是不停的呃在阐述他去中国的时候呢 跟这个习近平主席是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呃 呃就当中呢认为成果十分的丰硕 那美联社的记者就问到说呃 呃像这样子你一个who的大家长一个最高的像是领导的一个地位啊 呃呃大费周章的去中国跟这个疫区的领导人见面呃 呃这个是必要的吗 呃并且问到说who在上一次派出这么高呃 呃级别的官员去一个疫区跟当地的领导人会面 呃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先例吗 呃呃就问到了这个是我认为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哦 呃那这个秘书长他就说呃他呃就是再次强调 呃他认为呃去第一第一个这个事发的这个疫区呢 呃他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你可以亲眼的看到呃 呃目前的情势是怎么样与其有人拿报告给你看呢 他认为是亲力亲为这样子比较适合的 他也说呢其实除了去中国以外他也去了很多其他邻近的国家 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站 他就说呃这次呢他到了这个中国当地的疫区呢 他是呃第一手资料他可以获得以外呢 他也可以亲眼看到这些呃医院是怎么样快速被建造的 还有中国在这个医疗资源上面呢是有多少的资源 并且是呃如何迅速有效率的流通 他认为这个亲眼看到之后呢 认为全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要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模范来学习哦 并且说到了他跟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交流呢 也让他亲眼看到他是的确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 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呃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这次防疫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呃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记者就问到就是 其实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除了是呃对于这次的记者会宣布的紧急状态之外呢 就是很多是围绕在这个旅游限制上面 因为WHO的立场就是他们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还有对撤侨他们也是立场认为这是不必要的 所以就有其他国家像是法国的记者就在问到了 就是为什么呃你们觉得这个是呃是不必要的 呃并且说到了就是呃我们现在是有观众来电是吗 是 嗨你好 欢迎您的来电 我们是明镜电视明镜火拍的六度头条 我是马聚您请讲 这一次武汉的疫情我相信在习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之下 嗯 应该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两个月左右我预估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无论是萨斯还是以前中国遇到的事情都是中国往往是出现了事故之后会寻找原因然后组织科研力量公关研究解决的办法动员各种力量来把这个事件能够解决的掉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这个武汉的事件它也就是两个月左右 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萨斯如果严重的话也许比那一次2003年的事件可能会更严重一些但是我相信中国人的聪明的智慧科研的能力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一定会能够解决这个事件 现在呢那个国内的媒体就都是在聚焦这个事件来那个主要让这个稳定民心然后能够群策群力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海外的媒体无论是政府的媒体还是自媒体很多的媒体都把这种情况这种疫情一个医疗上的一个疫情上升到政治事件 上升到攻击中国的政府还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一个层面上 然后是说三道四说东说西其实来讲都我认为都不是很公正也许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应该那个新闻就应该客观的公正 您觉得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在给所有的观众播放您觉得我们的新闻是公正和客观的吗 我认为明镜还是还可以能够深入的探讨一些的问题 但是呢我就是说就现在这个大的气氛之下似乎是海外的媒体不对中国说三道四就不是一个媒体 我问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什么是说三道四呢 说三道四就是不是以一个真正的公正的心态来这个对一个问题来进行评论和进行那个反思 而是以占有主观的立场 您可以推荐给我们什么样的媒体是公正的吗 或者是您所说的不说三道四的媒体您可以推荐一种 是不是周市长说的是最公正啊 我认为在海外最公正的媒体其实也不多 那么大陆有吗 大陆您觉得哪个媒体是最公正的呢 很多也是假新闻 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 但是你说新华社的报道 人民日报的媒体包括环球网 包括中国的党媒的报道 它也有它的道理 它要维护中国的稳定民心 谢谢您的这个建议已经听到了 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呢说的很清楚 世界上的媒体相对公正的呢都在大陆 对 因为他要为领导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稳定 那么做出贡献 因此呢那么这样的我们也很清楚 还不错 他可以竞选这个等爽那个职务 没准我可以觉得他可以当武汉市的市长 或者是下一次疫区爆发的时候 我相信这位卫生部发言人也行 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喂您请 这位网友您请 您好 马先生 您好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 参与您静的这个在这次疫情中啊 真的很多报道那么真实真实的 一直追着你们看 谢谢您 刚才呢 我呢不同意刚才那个 那个男的那个 那位先生吧 的观点 因为你在疫情里面不是喊口号 说的你怎么爱国 你是要救人 不是说你要救党 对不对 就是人你救了 当然国家他也去会救了 对不对 不是说你喊口号 亚党啊什么叫什么叫 这都是说实在的 咱说你不好听的话脑残 你就说到这儿 OK 谢谢谢谢 再见 谢谢 我发现我们的网友呢 刚才有很多人留言 让我要骂他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首先呢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呢 首先是各方的百家真言 那我们都会放在这里 六度就是不同的角度 对 其实不需要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 更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需要观众朋友的自我表达 什么样的意见 什么样的价值都不重要 都可以被呈现 您好 欢迎您的来电 谢谢 喂 您请讲 您请讲 你好你好 这是明镜的六度头条 是吧 的确是 是 非常高兴 能够进到这个节目里面 现在可以讲话吗 可以可以 是的 正是您的电话 嗯 好的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 中国 这个 生产能力 因为它是世界工厂吧 生产能力特别强 像这种 口罩啊 像这种基本的防护设备 我想应该也不是很难 你看中国的制造能力啊 比如说像高楼大厦啊 什么的 很多东西都是过剩了 就是为什么 现在这个口罩就是 都找不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 应该大家可以检讨一下 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想 也不应该是造不出来吧 因为中国的这个制造能力 你想都是全球第一的 呃 这个是我其实很 绝对有点奇怪的一个 一个事情啊 为什么这个都 都 短缺啊 就是说当然这个 有应急的这一面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 急迫啊 这个暴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可能这个疾病的严重性啊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是我觉得 我想说的第一点 的确是如此 您您的这个说法是非常 我非常赞同的 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是 不仅仅是口罩其缺 那么最近一些地区的食品 凉油 都已经出现了 烘腔和 蔬菜 蔬菜当然是 呃 他不会要人命的东西 那当然是 像很多地方的食盐 都已经是极度短缺 那么我们今天的后面的节目呢 会专门讲到这个话题 我们现在节目都开始快一个小时了 我们来第一个话题 还没有说完 很多网友非常的踊跃 我觉得这个 另外就是这个人呢 就是可能 就是说囤积这方面 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最大的原因之一 因为老百姓呢 就是都不相信啊 就说然后呢 就开始囤积 包括粮食啊 口罩啊 我发现很多人 包括在美国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都是开始囤积一些口罩 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的 应该受到谴责了 我觉得这个 这是我觉得 我最不能忍受的 因为这个 发这个国难财吧 就是啊 这个囤积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坏的 也可能是因为恐慌的原因 呃 其实 大家都不信任吗 嗯 非常不信 像这个 我觉得像这个什么 像这种 中国 其实中国的制造能力 我想在全球是数一数二的 这还不是 呃 这个我说的 这是国际公认的啊 所以说我觉得 中国不应该缺口罩 呃 至少是在现在都加班加点的 这个时候啊 就是说 国家又有那么的 号召 就全全中国都动 动员起来了 包括军队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 一米两 我觉得中国 呃 给我看到的这个 现象啊 确实是另外一种景象 所以说我觉得 一定有它特殊的原因 嗯 希望呢 这次就是国内的这些老百姓 其实我也有朋友在国内 包括在武汉啊 他们都说非常严重 呃 但是他们有很 和不敢说啊 因为国内现在就是 很多人呃 呃 就是打电话出来 都有一种恐惧啊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会被 这个 会被核查啊 或者是 就是很害怕就是啊 我觉得这一点呢 也是另外一个原因 可以反映出 国内就是 特别的不正常 我觉得 嗯 很多现象都是 让人感觉到 很非常意外 好的 我就先说这么多 好的 谢谢 再见 哦 嗨 您好 欢迎您的来电 哎 哎 我哎 我什么时候可以说 您现在就可以说 简明而言 我 ok 啊 是六度头条对吧 啊 我问的问题就是说 两个字拐点 现在有的人在预测病 呃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病 呃 瘟疫的拐点 我觉得还 为时上导 那我的问题呢是 第一 政府的反应 有没有看到拐点的这个迹象啊 呃 放下屠刀 呃 立即成人 不管过去怎么样 第二个就是国际社会的反应 比如美国政府 欧洲 呃 欧盟 有没有出现拐点的反应 比如像今天这个 呃 世卫组织 我们就姑且算是一个拐点吧 啊 所以呢 呃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拐点 拐点 是不是有没有出现 对 好谢谢 喂 你好 这位网友打了数次电话 打来他不说话 嗯 那么就算了 那么我们先把记者招待会的内容 先进行下去 好吗 一会儿我们再回答网友的问题 为人 嘿 各位观众朋友好久不见 所以呃 我们刚刚就说到了这个 法国记者 他就问到了 呃 就是WHO在这个国际撤侨 还有在这些航空公司 他们的旅游限制上面呢 是再三的做出了他们的立场的表述 都是不建议有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法国这名记者也问到了 这个法国航空在昨天也是跟进 呃 停止了所有在这个前往中国 跟这个来往的这些航班 问了WHO他是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啊 那WHO就说呢 其实像在撤侨这方面呢 呃 这些撤侨的国家 他们是要担任部分的风险的 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是成功的把你这个国民 从湖北撤回到你们的这个国家之后呢 如果这些人他们是有可能会传播疾病 或是他们可能已经是这个 呃病菌的代言人的话呢 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要准备好哦 你们要有这个能够应变的措施 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撤侨 呃其实你对你自己本身的国民 是有很大的这个风险的 那这个对于其他国其他这些航空 还有这些私人的民营企业 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呃 这个需求就少了嘛 所以那个很很很简单的就是为什么要减少航班 这可能是会需求少了 呃 那对于这个呃 WHO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立场 还是持续一贯哦 就是他认为在旅游限制上面呢 是不需要有这些限制的 所以这个是今天现场 我觉得可能在报导当中 大家比较不会在网络上面看到的 这是第一时间记者提问的这个互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又有其他的网友 对网友的电话也很多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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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马克力老师你好 喂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我 嗯 我想我就想说两个问题啊 第一 中国大陆一直在说两个月 那两个月 每天造成的病例都有1000多 那两个月以后是多少 是不是 你现在靠着天气乐去解决这个病毒 这是怎么可能呢 对对这种发生这个事情里面 中国很多方面的一些补典都都都都 都找不上啊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呢 先回答刚才的这个 在记者招待会当中文人为人所播报的 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呢 国际是 卫生组织呢有一个非常矛盾的一点 他首先说呢 他不建议呢 就是隔绝中国 对吧 那么与此同时呢 那么有人提出呢 这个撤侨 那么他又说呢 你要撤回去 你就小心你自己的这个传染 那么我假设问一个问题 这是不是变相的一种 在告诉人们 中国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呢 是变相的在告诉人们 要封闭中国呢 我觉得他是一种 处于一种他自我两难的地步 他说实话吗 他又怕得罪中国 他不说实话吧 他本身作为一个WHO 他要对全世界负责 他最后要成为全世界的罪人 他要隐瞒这些东西 所以呢 他只有采取这种 默愣两可 让你自己去体会 这种手段 或者这种言辞 几乎是一种 Diplomatic 就是外交辞令 来来来说这个问题 这个人不愧是外交部的部长 对对 所以这老一条 就是他把话都说的就是 两面光 四面镜 你怎么这样都可以 你怎么想都可以 怎么听都可以 喂你好 又有网友来电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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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我想说 有个人好像他们为什么都很不喜欢那个卫生主席把大陆成为一个疫区 就我们那嘉宾也是好像在听到这个假消息说没有成为疫区他就很高兴 他说他在香港 对不对 他在香港他应该是应该去反抗香港嘛 他们一起去反抗那个中国大陆嘛 对不对 而且他就说 我也看到很多微信网上也说 给那个 如果加了疫区以后 就跟中国大陆什么经济影响很多很多什么都是很负面的 但是他们不加一句话 他们那些都跑出来不是欧阳我们这里嘛 然后我们这里的人都到此干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你们那边香港的家庭也好玩 我就听了他很多次 他第一次当香港一百万人来运行的时候 他也是在民进里面在说 他说他们出来一百万 其实还有那百万人没出来 他那关键 我不知道他他是南口的都是大陆的口语 那种什么一国两制改革开放 大家都知道现在哪里还有一国两制 哪里还有改革开放 所以他的语气全是大陆的那些语气 所以你们民进怎么请问这种人在这边做这些广告 做这些东西 我们民进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什么样的嘉宾都可以邀请 什么样的人呢都可以发言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因此呢嘉宾的任何意见呢并不代表民进的任何立场 喂您好 您请讲 喂 您好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非常清楚 对我告诉你 这个共产党的制度啊 这是个黑社会 切尔利核电站出事 第一件事就是封锁消息 中国有17个核电站 你想想吧 这可能都是并持大战 我们现在还是在谈这个武汉病毒的问题吧 那个问题也可以放到下一次说 谢谢 谢谢 那我们现在呢刚才很多网友都非各式各样的观点和角度 那么刚才一个重要的网友就是关于医学方面的到底什么时候是个拐点 这个问题他也问的是挺好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也是一个非常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没法回答我觉得 几乎是现在没法回答 任何人都不能回答 回答的话就是一个猜 只要是现在回答了的 我觉得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或者是就是说 信口开河 信口开河 谢谢 哎 有位网友来电 那好 哎 嗨 喂 你好 对你好 王先生 我姓王 哎 你好 王先生好 我谈两个方面的事情 嗯 一个WHO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决定 那我看了一下国内的这个网民的一些反应 现在之前呢就有很多人在讲 说如果这个WHO做出这个决定的话呢 会对中国的产品出口 还有中国的各种贸易 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个客观上呢 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是今天反应呢 也更加比较强烈 那我一个直觉呢 就是说 这些中国人 当然他们只是一部分 他们根本不认真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他们也不知道说这件事情 那都会有14亿人 全世界呢 大概有50亿到60亿的人 那么这么多人的生命 比那点经济的成就 是吧 这是怎么样比较 所以我给这个国内的五毛啊 他们的统一的一个恢复 你们好好想一想 啊 那就是说比如说你爸爸得了癌症了 是吧 那你会不会问你爸爸说 你去医院去 那你下个月公租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他爸爸的生命跟这个他爸爸的公租 你要哪个 那么你毛应该清楚了哈 我觉得 好的 非常感谢 那么我觉得 那刚刚老村 给你的感谢 嗯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刚刚老村呢 也不太有用 对 那么本来我是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 呃 中国政府呢 应该更加进一步的 把他们的这个信息 啊 还有数据呢 透明化 呃 但我觉得这个不太抱信心了哈 那么今天这个 咱们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 那这个李克强总理 如果呢 他的下属呢 如果听到的话 你刚才能做这几件事情啊 给中国呢 一个一个挽救 救救救这些经历 第一点呢 啊 包括这个疾病啊 第一点呢 就是邀请 主动的邀请 或者现在有 有一些已经 他们得拒绝了 听说是啊 第二 對國際的這種專業的醫療的隊伍 讓他們能夠盡快的到中國去 醫務的或者是由中國政府給定的這個資助 讓他們去把這個醫療怎麼樣控制 您能否快一點 因為我們每個觀眾最多只有一分多鐘 您已經三分鐘了 您可以快一點嗎 好 很快 就是一個專業隊伍 他們應該邀請國際上專業隊伍會合 但一個人邀請國際的組織去到這個疫區去視察 這個增加 非常抱歉您剛才所說的這一切都被中國政府所拒絕 因為中國政府認為他們自己完全有力量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的網友們如果打來電話的話 因為我們有數千位網友現在在線 那麼電話後續的電話也是接電不斷 因此每位網友來講述您的觀點和看法的時候 我儘量請快一點 請운